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 Yuppie 咕咕了咱们 食徒的小凯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两天我想吃油炸小鱼 网上就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直接用矿泉水瓶来做牛的 电脑铁处那个洞 用绳扣绑起来 不是 这种方法能有用吗 别又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实际操作0.5 然后就这么丢到水里 就这 我的天 她说半天就能捉满鱼 哇 那么多鱼 我一想 我一美食博主 她干嘛给我推这种搞活的视频 原因就是你们爱看 请把插身文具多打在宫廷上 其实制作这个鱼的陷阱 我感觉挺简单的 就矿泉水瓶把那个头切掉 然后反过来这么一装 你看就行了 完美 花了25欧买了个电脑铁 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东西 这玩意儿咋用 我的天 冒烟了 哇 哎好解哟 我有点好奇 这个东西平时是用来干什么的 焊什么玩意儿了 电路版 然后咱们把这些孔洞 全部用这个胶条 给它固定起来 全部已经操作完毕 为了布空军 我准备了二四六八十 十一个瓶子 为了让那个耳的香味飘散出来 我在瓶子上面还转了非常多的孔 上车 出发 最近天气特别好 感觉都有点春天的感觉了 树都发芽了 草也绿了 没错 这时候空军老又出动了 今天我打算去运河里面试一下运气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达了运河的边上 这条运河过去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港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旁边的运河 最近天气比较好 运河的水位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没有风 你看 挺漂亮的运河 那边过去不知道延伸到哪里 之前钓鱼为什么空军 我总结了一下经验 主要是没有打窩子 所以今天我花了重金 买了两包打窩子的料 这两包料的形态是不同的 我现在倒出来这一包 是要把它捏成球 加一些虫子进去 我看有的小伙伴挺怕那个虫的 都超好怕的 吃鱼的时候就香了 然后接着我们就把它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球 闻上去味道有一点巧克力的那种味道 好了球球我就已经捏好了 准备放到捕鱼神器里 整个捕鱼神器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直接下水吧 有点东西 沉下去了 不是很深的水才有那种小鱼 然后咱再来点窝子 我们每间隔一到两米 就下一个笼子 两米差不多 啥都能少 窝子不能少 11个捕鱼陷阱 已经全部投放到运河里了 一键三连 点赞敌手 看看今天我会不会抓起鱼来 鱼竿都带了 要不去钓火鱼吧 早 你是对我的技术有什么质疑 还是对我的捕鱼陷阱有什么质疑 没有 既然摄影师极力要求 那我就只能盛情难却 勉为其难 然后钓一下鱼 钓鱼呢 我们也是需要打窝子 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打窝料 和刚才的就不同 这个呢是不会沉底的 它会在水面上散开 吸引鱼过来 像在这种弯口里 我们能钓到的就是白鱼 这个鱼的体积很小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很小的钩子 同学们 直接下钩子 直接试试 然后再放一点料 全是钓鱼了 全是钓鱼小老头 像这种天气好的时候 很多退休的老人就很爱来这种湖间上钓 哇 下了 什么东西鱼 什么东西鱼让我看一眼 中文人都在笑一看就是不低专业的钓鱼了 公司必须 哎 哈哈哈哈 你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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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浮给您 旁边全是那种小鱼仔 就是我一会儿又钓着鱼 事实证明什么 不是钓不起鱼 是没有鱼 爷爷已经把我另外一根钢子拿去了 他已经开始在那里大显身手了 又钓着鱼 又钓着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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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钓了三一下了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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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再来 爷爷比我厉害 爷爷知道什么时候收钩 爷爷老狗 你觉得很厉害 我们一起吊起来 爷爷这条小虎 我的这条大虎 哎呦可以哦 哎 钓了好几条喽 哦啦啦 哦啦啦 又来了 全是小杂鱼 你看在河边上这些野鸭子 都在这等着吃小鱼 一点都不怕人 都到我脚边了 到处找地下的吃 哎 它长得好肥 哦哦 这个鱼呢是给猫吃的 次会特别多 这个不是白鱼 我今天觉得相当有信心 我的那个捕鱼神器 应该是能抓起来鱼的 这个湖里边鱼太多了 哇啦啦 看没哦 眼明手快就在一瞬间 差不多了 咱现在天也要黑了 咱现在忙去收获的那个捕鱼陷阱 看一下今天钓鱼的收获 还行吧 大概有个十条的样子 油炸可以 因为把鱼盘都倒了 他们钓这种河河水 他们都是鱼乐 就为了钓前那个乐 钓完之后 他们都把鱼盘吃了 我感觉我今天肯定要打火全身 钓都能钓那么多 我们现在捕鱼陷阱还起不来鱼 开始了 兄弟们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 有吗 有一条 那么小 那么小一点 蚊子肉也是肉好吧 关键是这玩意儿 我怎么倒出来啊 这个设计不合理啊 咱接着拉第二个箱子 这里 这里 看看 又没有 哎 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一个都没进 不要慌张 不要慌张 我们还有九个 具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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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没有 卡住 又空了 我就不行了 还没有吗 又是空的 云气涌完了吗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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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想有 这个好像有 我看见了 我看到有个东西反光 疼啊 我又看错了 怎么都摟不起来呢 还是没有 就瘦了几个桶了 就摟起来一条鱼 看一下 又是空的 好了 田都黑了 有吗 还是没有 我怎么被骗了呀 汪上的都是瓶子吗 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 小瓶子也没有 继续 同学们 最后一个篮子了 有没有 是罗子是吗 就这一买卖了 看一下有没有 事实证明 不是说半天一捅鱼吗 我怎么什么都没拉起来 这是什么原理 没关系 空军脑的日常嘛 都是这样的 不过今天我钓了鱼起来 我们赶紧去做一个 油炸小鱼 这就是今天补到全部的鱼了 有点可怜 咱先来杀这条最大的吧 肚子里挺干净的 咱们把内脏去了 就可以直接开始炸了 咱来做一个炸鱼的面糊 两勺生粉加一勺面粉 再加入一些胡椒粉 加入 一颗鸡蛋 搅拌均匀 让它的质地成酸奶状就可以了 咱把鱼 过一下这个面糊 油炸的声音 我觉得是美食当中最美妙的一个声音 油炸小鱼好香 油炸是不是很香 哇 是油炸小鱼的味道 先炸第一遍 油温升高以后 我们进行第二次复炸 这样炸出来的鱼更加的酥脆 油炸小鱼那个香气马上就出来了 好香啊 一盘金黄酥脆的黄金小炸鱼就做好了 挤上一点番茄酱 来一杯小汽水 忙活了一天 来尝一个油炸小鱼 可以 那个鱼肉肉质有一点棉 但是裹上那个面粉以后我感觉还可以 像这种湖里的鱼呢 跟海里的鱼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湖里的鱼刺相对比较多 但是味道还是非常鲜美的 来 尝一尝尝一个 好不好吃 可以 有收获的时候 时间总是很美妙 也奖励你一个吧 只能吃一个油炸的 香 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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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咯 没得咯 好了 愉快的一周又过去了 今天又是星期六了 我们下个周六再见 拜拜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油品 每周六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